1. 老闆 嗨 我是Joyce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金 矜持哲學第37條 以地他之心作為判斷 因為我們身為人 其實我們人就是有惰性 但是這應該叫做天性 我們都會有利己心 就是凡事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纪慢慢增长 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 会遇到很多的不如意 事实上追根究底 其实就是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 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 包括工作 包括家庭生活 包括自己经营的企业 但是这个利他心 其实并非只是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人 甚至他应该是包括所谓的竞争对手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探讨的企业经营 所谓的市场氛围 我们不应该做到所谓的赶进杀绝 我们应该大家做良性的竞争 所谓的良性的竞争 其实反而对我们自己是好的 就我的经验 特别是回来经营媒体公司 快两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我每遇到每一件事情 其实我都会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 因为如果想象一下两个不同的个体 两个不同的公司 或者两个不一样的思维 要来对谈 那如果两个都是用利己心的话 基本上就是很 彼此都非常against 那就没办法继续谈下去 当然利他不是姑息 利他也不是说放任着这个不好的氛围在走 我们所要谈利他跟利己 都是在一个正向的氛围 一个正常的氛围的环境当中来去探讨 这样子这个利他才有意义 谈到利他其实终究它是利己的 怎么说呢 就是就讲了一个谈判 我们要用利他的思维来去进行 当我们把这个谈判可以顺利地进行之后 这不就是也就是利己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用利他来作为 自己判断的一种标准 在这边也希望就是每一个中小企业主 更是必须要有利他的心性 来作为在企业经营或者在个人的生活上面做一个判断基准 然而怎么样地去养成 其实这真的又是一个大灾问 我只能说我们必须要遇到每一件事情 你都先缓一下 常常叫做事缓则远 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地去修正自己的心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当你的心想要去修正 想要真的具备了这个往所谓的利他的方向去走 其实它慢慢地它就会堆跌 所以我想我们在企业经营或者在工作上面 或者在任何的计划中 每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有这个所谓的利他心 特别是中小企业 因为跟员工是连结 是比较直接 也比较这个紧密 所以如果可以用利他的思维 来成为自己企业经营的之中的一个文化 其实也是非常可以帮助企业来持续来成长 我是Joyce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